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跟你说了 送樱花饼没什么用 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业务能用好 我现在不想说话 我也不想听你说话 可不可以离我远一点 你旁边有只蛤蟆你知道吗 对不起啊 那么什么动作都怕呀 这么点小事就哭成这样 我也没有跟你说过 你哭起来没那么好看啊 我在你看来什么才算大事 我也想知道的 现在哭是因为你懊恼吗 以为自己本来应该做好的事情 却没有做到 懊恼自己六年前 为什么荒废了工作 为什么荒废了梦想 我劝你有时间在这儿哭 不如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 避免以后再发生 想想以后该怎么做 要不然会有更多让你懊恼的事 要不然会有更多让你懊恼的事 又不关你的事情 那么关系我干吗 好 好